陳柏林最近參加大陸綜藝節目 前往澳洲出外景啦 由於旅途經費有限呢 當有人說要吵著吃麥當道的時候 他竟然站出來說叫做 為什麼要吃麥當道 不能吃肯德基 開玩笑啦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可以去麥當道嗎 因為現在這邊的餐廳啊 只有60以上 那我們就都不吃餐廳了 你可以吃兩天麥當道 我先講一下 陳柏林上大陸節目 一群人去澳洲出外景 不過因為經費有限 23歲的女星賴羽蒙 又吵著要吃麥當勞 讓大人哥忍不住說叫了 我可以吃兩天麥當勞嗎 不是你可以吃 我們是一個團隊 不是你可以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要學習這一點 生活是一起的 不是自己的 半黑臉點出事實 氣氛瞬間變僵 不過回顧旅行途中 幾位女星真的挺浪費 我覺得我們這一路 真的是太浪費了 你看大半杯沒有喝 這是誰的 很好喝 很好喝 食物沒吃完浪費錢 價值觀偏差 但賴羽蒙 似乎還覺得自己很委屈 陳柏林也不惜下重話 我吃東西有錯嗎 我感想吃東西好像都是 吃吃吃吃吃 大家每天喊餓 點的東西都不吃完 你只要花兩塊錢 就可以填飽肚 你為什麼要花十塊錢 可以浪費八塊錢 而且你們現在還小 你們還想說你們可以這樣子多久呢 長大吧 團隊中33歲的陳柏林 年紀相對比較長 也不只一次以哥哥的身分 勸導23歲的賴羽蒙 其實陳柏林 向來都滿有想法 之前也曾經為雜誌拍影音化身 心靈導師 這回又在大陸節目 不必會對賴羽蒙說教 陳柏林的價值觀 被網友說很有責任感 也見識到大人哥很懂得替團隊著想 體育BS新聞 劉中平申請